哈哈哈哈哈哈 為何你總是要來這檔 我欣賞他 哈哈哈哈哈哈 Well that's it, the full time whistle Manchester United have got it Manchester United have won the Europa League 好,2017年7月17號 各位迷迷早晨 今天的確是有很多東西要遮蓋 希望盡量遮蓋到 如果不行,看看有沒有需要開第二節 第一場熱身賽打了 大巴已經看了下半場 希望有機會講完下半場 和整場球的感受 我稍後一點講,如果有需要 可能到第二節才會跟大家講一講 好,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談的就是 卡維克和盧卡古說一下 其實就是Telegraph一個卡維克的訪問 他作為隊長 卡維克也在萬聯效力了相當久的一位球員 所以他對盧卡古剛剛新來 有一些類似中谷的事 因為他自己都經歷過 我們看看他會說什麼 他說 他就說 盧卡古第一場球 踢了,還有他要預備一件事 他要預備一個壓力 是一個叫做Massive Jump 即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升幅 要習慣 因為盧卡古 我記得他在下半場一出沒來 就已經有個單刀機會 但是他就射不進 所以 我想這個是一個原因 卡維克作為隊長 就會給我們這位射手一些意見 我們這位射手 因為他就說 今年我們有簽了Lindelov和盧卡古 其實兩位都有出了場 對吉日士那場 卡維克說他中 他自己都很記得 他自己雖然在熱刺那裡已經出了名 但是當他來到萬聯的時候 面對著我們Old Trafford的觀眾 或者其他萬聯球迷的擁帶之下 他的壓力程度其實是增加了很多 就算比較起他在熱刺的時候 也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他都明白到 盧卡古初初來到 是要感受這個壓力的時候 是一個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Massive Jump 也是要適應 但是他就覺得 他有個好處就是他已經在英超打滾了幾年 所以他會慢慢希望 就會適應到這個壓力 因為其實他都來了幾個星期左右 實際上 這件事摩連奴也有說的 摩連奴也說他對於 盧卡古第一場球的表現是收貨的 所以我想盧卡古不需要太擔心 我相信好像我們之前說過 有普巴在幫他 所以他對於適應方面 也希望可以快一點做到的 盧卡古就來到 去年打9號位 所以卡維克也說他自己也有同樣的感受 因為他來到奧主福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他會代替了Roy Keen 但是他說的一件事很重要 我想大包都很贊成 就是說每一個球員有自己的個性特質 不能夠把其他球員和他比較 他現在就說自己 他覺得大家不要把盧卡古和伊巴 有一個直接的比較 正如他當時 他都不太喜歡 大家把Roy Keen和他比較 因為大家始終沒有一個球員 他有自己的特質 他自己有自己的風格 但是我想大家終歸一件事 最重要是他適應了球隊之後 是表現出來幫到球隊 這是最重要的 OK 這裡就說 我們 我想他作為隊長加上 亦都代表其他球員 我們知道他是怎樣的 這裡暫時來說 是沒有什麼驚訝 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我們知道 Exactly 他帶了什麼給我們 亦都為什麼他要在這裡 他將會是我們的game changer 會幫我們改變戰果的人 亦都為什麼他來到這裡 他只要做到他最好的事 就是入球 我們很肯定 他會繼續做這件事 即入球 卡卡維和他們的想法也一樣 他提到 他說盧卡古和撲克巴這麼朋友 其實一定會幫到他融入球隊 還有他兩位都是偉大的球員 卡維也都說 卡維也都說回球隊的事情 他說我們今年一定一定想獲冠軍 他這裡主要講聯賽 但我相信他暗底都希望有歐霸 不好意思 說錯 改不到歐冠 但他這裡主要是聯賽方面 今年的目標 摩連奴也都說 他說卡維和撲克 雖然接下來是36歲 但他相信 他仍然可以在萬聯作出貢獻 昨天也說過 他不會說一個副隊長的事情 基本上摩連奴就很著重 卡維克做隊長這件事 老實說 卡維克也盡了他的職責 我想要跟一些新的球員說 究竟萬聯是怎樣 以及很相信 他個人都會幫助新球員 包括Lindelov 包括盧卡古去融入球隊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 卡維克是不太多出聲 靜靜的人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那場testimonial的比賽 其實你看到 他是有他的感染力在 他是那一隻 不需要太多說話 但用實際行動去感染 其他球員的隊長 我個人覺得 跟Brian Robson 有一點點相似 卡維克 鼓勵大家 看看官網 官網有兩宗好消息 第一宗 我們的Rumero 第二號門將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如果你說 他純粹是第二號門將 也不是太準確 因為其實他 他和迪基亞 都是 有一點點拼牌 如果你問我 可能迪基亞 只不過是 如果大家都正確的狀態 會選了迪基亞 先少少 但Rumero 絕對 你說他是第二號門將 我就不太認同 好了 他也簽了一張新藥 雖然他現在30歲 也簽了新藥 去到20... 2022 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有賽 就請改正 Rumero 他說 都很開心 在曼聯裏 他和很多球員都說 誰不想在這裏呢 他也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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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摩魯真的做到事 他始終 他覺得在歐巴 去年的歐巴 羅美露是有一定的表現 所以決賽都信任他 讓他出場 這個我想 羅美露 就算是未必 相對於迪基亞 少些正選的機會 也願意留隊 這是原因之一 因為 他覺得自己備受尊重 好 這個就是羅美露 逐了約 很開心 替他 第二單 現在來說 還未是最好的消息 但是 正在去到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阿蘇 阿蘇 阿蘇說 他現在 說一下他的傷勢 他說現在傷勢還未好 但也進展良好 他坐在第一場比賽的時候 其實很想下場打 下場踢 他說 他們每天都進展得非常好 盡量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 但也不想太心急 因為 碌梳有這個原因 因為他始終試過轉腳 他現在的傷勢 我想是需要小心處理 這是我支持他的 但他真的說得很清楚 我真的很想今季 是參與到比賽 還有 希望證明到自己 他也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 對於球迷 對於我們萬迷來說 是一件好事 他就說 他跟阿Yang 兩個都受傷 做完每天都做Rehab的事情 他們每一次做完他的Rehab 都會走回去訓練場地 看看大隊做什麼 OK 這個很重要 很明顯證明他們 不是說練完就走那隻 老實這個很重要 但是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他感覺到很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他去看大隊做什麼的時候 他看到摩連奴 他感覺到摩連奴很關心他們 問究竟你們搞成怎樣 進展成怎樣 很關心他們 問候他們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雖然你看到摩連奴 平時可能串串嘴 有黑氣後面 那一隻 但是你現在聽到 沈梭這樣說 你就知道 其實他都很愛惜球員 這個我想絕對來說 對於 現在我想很多萬迷都一半一半 究竟想不想他留隊 或者長線 或者諸如此類 他始終是一個比較爭議性多的領隊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說 譬如大部份的萬迷都贊成 他一定是希望長線 短期內 希望過多一點的時間 他可以 摩佬證明到自己 但是這一段新聞 聽一下沈梭這樣說 我覺得是正面的 對於萬迷來說 好 那就 怎麼都要說一下轉會 轉會 也有一件大事要說 就是 EBA 根據Daily Express Kelkyo Mercato 應該好像是西班媒體的報道 就說 EBA已經 拒絕了 即是 推走 推遲了 一個6.5米的offer 從L.A.Galaxy 原因 這個報道說 就是 他想rejoin 我們萬迷 是 當他康復之後 這個也跟 摩連奧 說的吻合 就是 萬連是大門永遠都為EBA 而EBA 如果他真的拒絕了這個交易 的話 其實他回來萬連的機會 真的大了很多 對於一部份 喜歡EBA的萬迷 一定是一件好事 因為始終我們今年 是多了前方 路卡古 但是 我們也需要不同類型的前方 根據我的估計 希望 讓摩連奧 真的可以用到不同的策略 在不同的比賽 EBA 絕對 在萬元的球員裡 都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一定是一個精神上的boost 如果他 今年回到萬元的話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看看究竟什麼時候發生 會不會發生 大巴就正面 但什麼時候發生 我想就要留意一下 另外 Prioristic 這件事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報章 也是 說回差不多的事情 我趁這個機會 將幾宗的轉會一起說 因為我也想說一下大家的留言 因為我覺得是很有趣 而且很多留言都很值得提 很多留言都 好似Wesley這裡說 摩魯上半季 如果主攻 禁區內 就有Targetman 努卡古 上年12月 多場連勝 正正就是EBA 和卡神 卡隊長 我們現在不是叫卡神 卡隊長 卡神隊長 你喜歡 這兩個人已經放生了 浦巴 在box to box的狀態 位置 現在有了努卡古 因為我們昨天問 是卓奧斯和馬迪 如果有卓奧斯 也可以配合這種戰術 不過他就覺得 卓奧斯來投的機會 比較小 叫我們不要打他 FFA 說真的 轉會市場的事情很難說 當然如果 Cruise來 有個不好主席 迪克亞走 所以這個真的很雞辣 大家都50 想怎樣 反而今場有賽 巴西仔彭尼娜 打防中 表現不錯 好 希望可以 美國之旅 作出試驗 彭尼娜 這件事我稍後一定要說 因為這裡幾個 留言的網友 有很多人 已經說 有些人不知道 會問這個人是甚麼 待會講完 我會講多一點 OK Cavin Lee 又有趣 突然想問一個問題 萬聯 根據現在的估計 我們要給前隊長 朗尼的工資 因為愛華頓不出光 如果他對我們進了球 我們就給錢 一個球員進自己的球 我會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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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機會就不大 如果你有大巴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 可能這位 Cavin 想多了 如果他對著我們 第一 有沒有正選打 我也不敢肯定 第二 能不能進球 我就不會覺得 機會大 只能這樣說 另外這邊 剛才那些是 萬聯新聞那邊的 不是 剛才那些是 大巴那邊的 留言 這裏就是 萬聯新聞那邊的留言 聰 就說不用想 一定是他O.C 好像有個萬聯都跟他一邊聊 就說 是啊 馬迪和居奧斯 當然是選居奧斯 但是有其他萬聯有不同的意見 這裏就是我們 萬聯早晨有趣的地方 很多萬聯有不同的意見 但我們都一起會說 不會偏幫某一邊 當然大巴都有大巴意見 但是 我們在這裏會講完 大家不同的意見 大家一起考慮 自己想的 Simon又問 彭尼藍一水 好東西 Candy都是 他說 彭尼藍 踢房鐘是甚麼玩法 大巴一會跟你說 OK 他O.C Candy 不好意思 我不是太會讀 他說 他O.C是世界級中場 不過萬聯已經是以有撲巴為主的中場 再加上夏奶奶和普巴可以互相 互補期短 他O.C跑動力不夠 攻強過手 我反而喜歡 馬迪、Fabino 或者Eric Dyer 馬迪 這也是有趣 這跟大巴的想法有少少相同 就是 Cruz 一向都是攻強過手 但他去到皇馬之後 都改變了少少 他的防守力量 增強了 但如果純防守來說 我想Fabino Eric Dyer 都會好些 馬迪 都會有少少的毛病 Ivan說 我想要發崩劉 這個我想都明白 但 好像昨天大巴說 現在暫時客觀來看 Fabino 你的機會就少了 因為巴卡約高 已經走了 去車仔 那你說 Monaco 中間那三個 你說走兩個 機會大不大呢 相對來說少了很多 曾智峰 漫迷 說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代表了很多漫迷 肯定 他選擇他奧斯 不過不想用迪基亞來交換 這是很真心 很多漫迷都有同樣的想法 Victor 就說 今場的失量球球 都關聯 Lindelovs 千萬不要賣中堅 我想他意思是 保留一些人在這裏 待會有一個留言 關於這件事 我覺得絕對值得說多一點 亦都是贊彭尼娜 Eric 都是贊彭尼娜 好定 Gary 就說Cruise 最尾那個 我其實不太明白他說什麼 所以我就不讀了 那個留言 好 那就 看看先 我看一下轉會那裏 有沒有說流先 是 轉會那裏應該是這麼多 其實就想說 Youtube那邊的留言 威少說摩佬 選擇他做副隊長 問大巴支持不支持 我當然支持你 如果摩佬選擇 我一定支持你 Mickey 就說想要白人的 喪生師 我這些中文應音 我一般認識 我猜他會說 Renato Sanchez 這個是有機會的 不過他比較年輕 這個機會 早前都比較上 吹得多些 但現在靜下來 反而是有些機會 這個球員也適合 他比較年輕 但是就 需要證明他自己 他不是一來到現成 即刻肯定用得 那隻 OK 有兩個萬迷的留言 我未讀的 現在 因為有一個 留言 我就想用來做今天的討論 最後講的 Renato Sanchez 這個留言 很棒 所以我一定要 今天用來長講 因為我想說 一件事就是 Ren 一向有很多留言 都是很詳細 你看到他的留言 就知道他很清楚 萬元的情況 之前我都叫過大家 去留言區看 這個真的關於 Parisic交易 除了Parisic交易之外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是否各位萬迷都知道 但如果不知道 是值得留意的一點 所以我會詳細講一講 我想 看看 講完這裡之後 我可能會留下 第二節 講今天的討論 以及 長波的下半場 好嗎 第一節講完這裡 開兩節 OK 好 講回Ryan這個留言 他說 國米有關Parisic交易 他個人估計 應該沒有球員在 交易條件裏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之前的報道 最初他們可能想要 Marchia on loan一年 又或者 想加Darmian 加上Smalling 做交換 但是 Ryan 這個 feedback 有他的意見 看看說什麼 有些理由支持他 他就說 第一 如果摩魯 如果摩魯 不是打算交三年 又離開的話 如果摩魯 想要長線的話 華西下個月 就32歲了 法賓奴 即法賓奴 的 Fabino 的加盟機會 又不太大 穩定的摩魯 怎麼會把 替補 二閘首選 黃金年齡 28歲 的達米安 換走 除非他自己叫走 真的對 這件事 老實說 如果Fabino來不了 其實Darmian 就是右閘的替補 暫時來說 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放走了 他怎麼搞呢 這個真是good point 而Smorning 反而是雞辣 不會被賣走 這個真是大巴看完之後 就覺得 喂 之前想的真的可能要改一改 因為 大巴經常都說 Smorning是會被賣走的 好了 看看他怎麼說 他説 2015年已經盛傳 英超會會在2019年改例 新例之下 本國清分要有12個 即25名 21歲以上 註冊的球員名單裏面 25個裏面要有12個 即是說 現有的例 就要有8個 例將會在2019年 就由8個改到12個 現在是全的 還未證實 但現在在萬聯一袋裏面 剛剛就有8個 包括Lukaku Yang Karik Linger Popper Shaw Smorning Jones Yang和Karik 在2019年預計 應該不會在萬聯陣中 這個我想都可以理解 就算算是2019年 將會是21歲的 Joe Piera 和Mitchell 即是剛才那場 報紙最後出來的 Mitchell 本國的清分 仍然差3至4個 摩佬在未想到解決辦法之下 未必會將Smorning 埋走 因為要照顧人數 最多是打力 這一點 大巴真的無知 我真的不知道 亦沒有想到那些細節 所以很感謝Ryan 跟我們說 各位萬聯早晨的朋友 如果你們已經知道 恭喜你們 你們真的很聰明 如果你們未知 我想大家都要把這個論點 記在我們的心裏 因為始終這件事 影響到我們對英格蘭清分的球員 的取向 搞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萬聯 不是一定要英格蘭人 但是要在英格蘭清分出身 這也解釋到 為何我們買這麼多 十六七歲的小象 各位萬聯早晨的聽眾 如果你們有些萬聯朋友 不知道這件事 就麻煩你們 把這個訊息告訴他們 因為我都很希望 大巴其中的東西 經常說 希望所有萬聯 包括聽不聽這個節目 都不要緊 清晰些 知道我們球隊做些什麼 為什麼 好多謝Ryan 這個留言 這也是他覺得 Parisic交易到現在都搞不定的原因 另外他補充 大巴昨天說福仔 他也說福仔對自己欠缺信心 很少扭過龍門 這方面希望他保持上陣機會之下 會融入多些波 也加強了這方面的信心 贊成摩魯少對傳媒說福仔的事情 因為保護年輕球員 比較少暴露在美光燈之下 有助他們成長 這個年紀大小小的萬迷 一定會贊同 因為太多美光燈之下 很多球員就無法適應 影響到比賽 最後也說 卓奧斯和馬迪比 除了摩魯對馬迪的熟識 比較多 以及防守 那方面 對萬元的體系 個人技術能力和速度 卓奧斯是完全壓倒馬迪的 但依據摩魯的性格 如果二選一 他一定會選馬迪 因為他不喜歡被人威脅 就是迪基亞 以及馬迪 會聽他說 聽他說的一個球員 這一段真的很長 但很感謝Rion的留言 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點 都是對於我們 一些比較上 不太知道情況的 萬迷 包括大巴 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 資訊 希望大家留意 如果你有身邊的萬迷 不知頭不知頭 我經常說的 兼職買迷 這些資訊 對於他們來說很有用 因為我怕 以後 他們被其他球隊的球迷 挑釁的時候 都不會說 真是大件事 好了 真是沒辦法了 第二節 我才會交代 今天討論的問題 以及 上一場球 下半場 大巴有什麼看法 第一節暫時是這樣 第二節再見 Cube 他把那些人 在哪些人 中… 最後 在哪些人 有些人 其實他們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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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